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渣布洛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从昨天开始,在渣布洛前线,乌军和俄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特别是在渣布洛方向 咱们先来看渣布洛正面 也就是在奥利霍这个方向 那么在奥利霍正面,昨天乌军还是出动了重装部队 包括坦克在内的突击分队,对俄军阵地发动进攻 那么昨天的战斗,俄军是在奥利霍卧 以及在卡缅西克方向成功的阻击了乌军 而南部军区第42师71旅 那么也成功的在这个方向阻击了乌军 而且还截获了乌军大量的装备 包括美制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缴获了美制的步兵战车 那么奥利霍和卡缅斯基方向 目前双方已经停火 双方没有大规模战斗 从当天晚间以来 乌军正在准备将新的装备运往前线并进行增援 乌军地128旅、47旅、65旅正在恢复作战能力 那么敌军的突击分队损失惨重 目前敌军在这个方向作战的是连级战斗单位 阵亡率超过50% 甚至达到80% 这是俄军前线的报告 而且俄罗斯方面也公开了一些 在前线作战的一些画面 把视频给大家发一下 这是俘虏 这是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被俘以后大家可以看 车辆上面有大量的美制装备 包括步枪 大家看啊 这就是美制步枪 全是美系 实际上这次进攻的乌军连级单位 就是北约部队 按照北约装备 有一些是波兰公军 波兰人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视频 那现在乌军并没有停止 向奥利霍正面 转移重装备 包括载有人员的坦克 公共汽车 在内军事装备 经过 维亚 维谢阳卡 沃尔尼卡 维谢阳卡在这 是从扎布拉方向 南下 卡缅西克 奥利霍地区呢 第十集团军 第117 118旅 调动也已经完成 乌军正在不断的增兵 在斯杰普诺格尔斯克方向 乌军配备了第十旅的指挥部 前沿指挥所 被设在这个方向 斯杰普诺格尔斯克 第九旅的指挥部呢 设在马来亚 托克马切卡 第九旅指挥部 现在情况来看呢 乌军指挥部 正在计划由 第九、第十 两个旅的战术集群 同时发动攻击 第十旅是在这儿 第九旅在这儿 也就是说 从奥利霍卧和卡缅西克 两个方向 同时发动攻击 后面蓝色的这个箭头呢 是乌军大致的 一个推进方向 那么也就是从 卡缅西克这个方向 突破以后呢 洛布科尾这个方向 突破以后呢 会南下瓦西利耶夫卡 另一个方向呢 攻击托克马切卡 托克马克 两个方向 所以现在在整个 奥利霍卧正面啊 乌军呢正在准备 下一阶段的 更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乌军在 奥利霍和卡缅西克 方向的这个总攻 很快也会开始 特别是乌军现在呢 实际上获得了 大量西方的装备啊 西方这个先进的装备 抵达乌克兰以后 乌军现在 它的重火力 包括它的这个 精准的火炮 数量有所增加 那从扎布洛方向 现在不断的向 这两个前线啊 进行增援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已经做好了 新轮反击的准备 那么现在在 扎布洛核电站的情况啊 昨天夜间啊 扎布洛核电站没有异常 扎布洛核电站没有异常 这是扎布洛核电站 那么现在昨天呢 乌克兰方面呢 发布了很多的 警告的信息 包括要求 扎布洛核电站周边居民撤离 乌克兰方面 现在并没有终止啊 乌克兰方面 还是提醒当地居民要注意 所以现在 扎布洛核电站的危机 并没有解除 也不排除呢 乌军会在未来 攻击扎布洛核电站 那么昨天呢 俄军的侦查发现 乌军正在调动 尼克布尔正面的部队 尼克布尔至 维舍塔拉斯卡 维舍塔拉斯卡 这一线的乌军 正在大规模的减少 包括无线电信号 包括无线电的通讯 相互的呼叫 数量在减少 那么乌军呢 从尼克布尔正在向 这个方向 向马拉雅斯科耶 至佐洛塔巴尔卡 这一线 向这一线进行集结 那么这一线集结呢 实际上呢 是靠近地尼伯河 它这个部队 也说现在实际上 乌军呢 正在向 地尼伯河最狭窄处 正在转移 那么也不排除乌军未来 会在这个方向进行登陆 因为现在尼克布尔正面 扎布尔核电站正面 现在看的 俄军的防御 已经加强了 所以乌军不排除 选择其他的登陆点 那过去三到四个月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121 121旅 接受了跨越水障的训练 那表明呢 很有可能会发起 对扎布尔核电站的进攻 那么具体的渡河地点 现在来看 还有可能会转移到 佐洛塔巴尔卡 这个拐弯处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渡过地尼伯河 也就是说 避免俄军在尼克布尔正面 对乌军的防御 现在还要再观察 所以扎布尔核电站 现在危机并没有解除 我会 大诺尔西卡方向的情况呢 昨天的战斗呢 乌军的规模 乌军的这个进攻 有所减缓 就是昨天呢 在大诺尔西卡南部地区 特别是 普里尤特诺耶 这个方向 乌军的进攻 有所减缓 乌军没有尝试 进攻 俄罗斯武装部队 阵地 现在最激烈的战斗呢 是在斯大罗姆 罗夫西克的西部森林地带 在这个普里尤特诺耶 森林地带 围绕着这个 普里尤特诺耶 西北部地区 双方的展开了这个阵地战 也可以叫倩侯战 目前俄罗斯呢 出动了空天军 出动战机 进行侧翼支援 并对乌军的装备集结区 进行定期打击 以阻止乌军撤离伤员 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 所以昨天在普里尤特诺耶 双方这个战斗规模 有所减少 没有更大规模的战斗 那么现在乌军呢 实际上是对前一段时间 这个战斗进行 伤员的撤离 包括进行弹药的补给 所以乌军没有发动 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在普里尤特诺耶 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发生爆炸 是在基辅的法院 那在基辅的 古美纽克的犯人呢 在法庭上引爆了弹药 并炸死了警卫以及他自己 那现在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已经封锁了基辅的法院大楼 目前两名执法员受伤 古美纽克本人在爆炸中身亡 这个人呢 是被指控15年8月31号 在抵抗活动中 杀害了4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他律师说 古美纽克在省前居住中心 关押了8年之后 做出绝望的举动 目前调查局正在调查警察 护送人员 为什么没有检查到 他将爆炸物带进法院 所以乌克兰现在这个国家 你可以看连一个囚犯 他都可以获得手雷 获得这些爆炸物 所以乌克兰这个 因为俄乌战争 很多爆炸物 很多军事装备在乌克兰 大量的存在 这是今天基辅方面 发生这个爆炸 那么除此以外呢 在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的圣比特宝 今天呢 最新的消息 瓦格纳公兵 大家非常关注的 瓦格纳公兵 那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 也说瓦格纳公兵 在中非共和国 在中非 在中非共和国 那成功的解救了中国公民 这瓦格纳社交媒体发放的 这个在中非共和国 叫比丁附近的一个矿井 工作的中国公民 遭到当地武装袭击的预警 瓦格纳前往救援 并进行疏散 部分中国公民 在混乱中穿过丛林 进行逃亡 于是呢 瓦格纳展开了夜间搜寻 并找到了逃亡的中国公民 就是中国公民逃到森林里面 7月3号 在当地安全官员的协助下 所有中国矿工 被安全送到了集合点 这是中国公民和瓦格纳合影 那瓦格纳的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可靠安全的保障 包括提供热饭菜 睡眠地区 睡眠的地方 以及淋浴 7月4号 矿工们最后抵达了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 这是乘坐飞机 瓦格纳的飞机 把中国公民送往班级 这个照片清晰一些 这是俄罗斯的瓦格纳 在中非我之前说过 中非有很多矿 金矿 有很多中资 还有一些私营企业 那么瓦格纳这个方向 实际上可以看到 主要是针对 在中非的一些叛乱分子 针对当地的一些矿 一些中国人的矿 进行袭击 前一段时间实际上 已经对中国的金矿 袭击过一次 所以现在瓦格纳也加大了 对当地的恐怖分子 叛乱分子的打击力度 瓦格纳今天公布 所以未来在中非 像法国像美国 它支持的一些反派力量 还会加大对中国 包括俄罗斯在这个方向 一些企业 包括设施的一些袭击 我还是建议在中非 在非洲的很多华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整个地缘政治比较动 现在非洲也是比较危险 这是今天瓦格纳救援中国公民的消息 那么今天的俄新社也曝光了 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 他在圣比特宝 叛乱当天 对他圣比特宝公寓进行搜查的一些现场视频 普里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 他的家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普里格金 位于圣比特宝的庄园 里面有直升机 大家看到了 俄安全部队 对他的公寓进行搜查 那在普里格金的家中呢 实际上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物品 现在也首次公开 也首次公开 这是普里格金 他的一些办公室 前段时间对于普里格金 瓦格纳集团搜查的一些视频 这是那辆 瓦格纳的面包车 里面有现金 数亿卢布的现金 看到了吗 现在照片 视频也公开了 当时我就给大家介绍过 这是普里格金本人的直升机 这就是在圣比特宝 在圣比特宝 对他进行抄家的当天 那这次呢 俄罗斯国防部 包括俄罗斯的媒体 公开了很多有趣的照片 我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是他的这个豪宅 大家可以看 健身房 浴室 金条 看啊 这是游泳池 还带盖的啊 非常奢华 非常奢华 桑拿房 可以看到啊 还查获了很多护照 那么这里边呢 也非常有趣啊 瓦格纳工兵 领导人普里格金 他本人获得俄罗斯的勋章 这个俄罗斯的勋章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俄罗斯英雄勋章 人民共和国英雄勋章 还有两枚勇气勋章 祖国公勋勋章 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勋章 友谊勋章 还有一级 二级 祖国勋章 包括克里米亚回归奖章 以及其他非洲 阿拉伯国家 给他的奖章 这是普里格金的奖章 乔列室 另外他家中呢 也发现了 大量的军火 可以看到 这搜查出来的军火 长枪短枪 其中包括 贝雷塔C4卡宾枪 RPA 英国的狙击步枪 AKS366L2卡宾枪 还有VEPR-5卡宾枪 它是M4的复制版本 还有VPO-209卡宾枪 格洛克17 格洛克19 还有贝加尔卸弹线弹枪 这是弹药 另外呢 首次也公开了 瓦格纳公民领导人 普里格金的一些 私密 私密照片 这个私密照片 大家看啊 这是普里格金化妆 前往境外工作的时候 他要与阿拉伯 与非洲一些领导人见面 但是他必须化妆 那么前往非洲 他一些化妆以后 自己的私密照片也被公开了 这是化妆成这个 布吉纳法佐海军上将 这是化妆在叙利亚国防部的顾问 他化妆以后前往的这些国家啊 这个普里格金必须得化妆 这个化妆是莫桑比克领事馆的代表 前往非洲工作 长了头发的普里格金 化妆是刚果陆军总司令 这个化妆是利比亚高级警察局的局长 在利比亚 瓦格纳在利比亚工作 高级警察局局长 这个就更有趣啊 这叫苏丹特种作战部队司令 很潮啊 你看这头型 这个假发也不知道在哪弄 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啊 有很多有趣的照片 这次搜查把他很多这个照片都空拍了 这张照片血腥啊 这里边是人头啊 打码了 那么人头呢 实际上是叙利亚 伊斯兰国的领导人的人头 就是瓦格纳公民兵在叙利亚 与伊斯兰国作战 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啊 被剿灭以后把人头搁下来 可以看吧 摆在一排 作为纪念 瓦格纳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 这是在叙利亚拍摄照片 今天呢 在法国呢 也有最新的消息啊 法国方面呢 驱逐了哈萨克坦反对派的领导人 穆赫塔尔 阿布利亚佐夫 阿布利亚佐夫 大家知道 去年的一月份 哈萨克坦发动政变 推翻了 当时的领导人 当时的这个哈萨克坦政变 就是阿布利亚佐夫参与的 那么法国现在呢 又发生大国们的骚乱 现在法国呢 因为这个骚乱 现阿布利亚佐夫在30天内离开法国 就是哈萨克坦很多反对派 很多这个激进分子啊 实际上跑到欧洲 跑到法国 法国给予庇护 但是实际上法国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大国们的骚乱 而且现在法国有新右翼 也就是纳粹组织啊 组织一些纳粹的年轻人 打这些外国移民 跟外国移民发生这个街头的混战 所以现在法国局势很动荡 现在法国政府要求阿布利亚佐夫 必须离开巴黎 30天内 那么阿布利亚佐夫呢 他说啊 法国没有给他正确的驱逐理由 并指责法国高层领导 协助镇压哈萨克坦的反对派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法国现在实际上 他现在的整个政治动荡 实际上是跟随着美国 不断搞这个人权民主自由这一套 结果自己把自己搞的内乱 包括新纳粹组织现在在欧洲崛起 所以未来不排除法国啊 会有新纳粹势力上台 也就是说马克龙政府可能会被 新的纳粹势力取代 这也是一种讽刺啊 最后老百姓呢 对这个民主自由 对这个白左这一套啊 最后是厌烦的 老百姓会投票 会投票重新选择 也选择纳粹上台 这个实际上大家看和二战之前 二战之前是非常相似的 也是人民投票把纳粹选举上台 纳粹大家记住啊 是是一人一票选举上台的 不是纳粹夺权的 而是老百姓把纳粹选上去的 这是最恐怖的啊 就民主投票选择了纳粹 所以未来法国的走向还是得观察 这是今天的俄罗斯方面 乌克兰方面和法国方面最新的消息 后期有更多消息啊 我也会第一